早上好朋友们,我是夏天 我们昨天从新疆乌鲁木齐出发往广西的方向走 昨天晚上一出来就开了600公里 住到了新疆的哈密服务区 昨天到的比较晚,都已经非常黑了 所以昨天没有带大家看一下这里 今天早上一起来想带大家看一看这里 因为非常非常有回忆感 先看一下周边的环境 这边也停的有房车 前面大货车的停车区 这边这一片都是小车停车区 从那个限高杆进来,限高三米 我们车是可以进来的 看看远处的雪山 好漂亮啊 这前面有餐厅,有卫生间 我们是2021年5月1号 正式开启我们的自驾旅行的 跟很早看我们视频的老朋友一起回忆一下 我们当时出来,51出来的第一天 也是从乌鲁木齐开到了这个哈密服务区住的车啊 那会儿我们还是床车啊 我们自己的一辆SUV,我们家月仔改成了一个床车 然后我们两个就出来了 当时第一班也是驻车到了这个哈密服务区 我们当时驻车的时候呢 我坐在这个前面的这个驾驶室里在剪视频 所以没有铺床啊 剪到很晚了,突然就刮起了沙尘暴 所以我们当时就非常狼狈的 兵荒马乱的啊 把车就调了一下位置 之前是停到前面的区域 因为沙尘暴太大了 我们后来就把车开到了这这栋楼的这个后面 就是我们现在停车的这个地方啊 两辆自由跑 就停到了这这一块 然后我们就开始铺床 因为本身就是出来的第一天嘛 铺床的那个经验也不丰富啊 就是开着车门 沙尘就全部刮进来了 就满身满头都是沙子 就开始摸着黑就开始在这铺床 铺完了以后啊 然后就赶紧躺进去了 虽然当时很狼狈啊 但是因为第一天出来嘛 兴奋劲还没有过 所以也没有觉得很郁闷啊 很不开心啊 就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当时晚上啊 就是头上都带着沙子 就那样睡了一晚上 就是在这个位置 老朋友们还记不记得 事隔两年多了 我们又听到了这里 但是换车了啊 现在的幸福指数也高了很多 哎挺不容易的 不过我们觉得也挺庆幸的 就庆幸当初做了这个决定啊 现在做到了自己想做的事情 喜欢的事情 还是蛮开心的 我们每次在这个旅途中啊 就回忆起我们这个 一路上出来的点点滴滴 就是有很多的开心 基本上都是开心啊 开心喜悦 还有难忘的回忆 没有说什么后悔的呀 不好的呀 还没有 这一路上现在回忆起来 都是满满的开心 华姐现在在车里准备早餐 我们吃个早餐 今天就继续出发了 我们今天的早餐比较简单啊 一个酸奶 一个鸡蛋 干果 这有水果 这是我们买的芝麻囊 还有这个辣椒丝啊 因为我们今天 想早上随便吃一点 然后早点走啊 我们今天还有200公里 就可以出新疆了 今天就不跑那么远了 昨天跑太时间太长 到这都黑了 我们今天跑到五六点 就住车了 吃早餐 然后出发 从哈密到新新峡 这一段路上啊 将近200公里 也是风特别大 因为这边特别的空旷嘛 而且都是横风啊 所以像这样的路段 我们一般也就开个八十码 今天呢 刚好也给朋友们说个事啊 大家也看到了 最近这一段时间 我们没有直播啊 因为我俩的经历实在顾不上 之前也是进新疆的时候啊 我们尝试每周定了三天去直播 把整个新疆的北疆转完以后啊 我俩还是觉得 对我还比较费劲 因为我们毕竟是日更嘛 对 因为视频就占用了大量的时间 其实很多经常看视频的朋友 可能也知道啊 像旅行博主 本身日更的就非常少 另外一个像有一些呢 就是拍的就是比较日常的啊 就是不需要过多的去剪辑的这种 它可能是日更 它不管是拍摄 剪辑时间都相对较短一些啊 就还好一些 像我们这个又有景啊 然后又有历史啊 又有人文啊 然后还会去做很多的这种 功课功略的啊 日更确实真的非常辛苦 再加上这段时间去直播啊 我俩经历真的有点跟不上了 所以今天就想给朋友们说一下 就是我们暂时决定这个直播啊 就是之前固定的这个直播先取消了 对 经常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也知道啊 一般直播的时候都是华姐在直播 但是华姐直播完了以后 还要再去回评论 还要再去做第二天的攻略 其实每天晚上就会熬的比较晚 相信大家也能理解啊 但是我们也会抽空啊 抽空然后哪天闲了 然后跟大家直播聊聊天 对 所以这就是我们想跟大家说的 直播先暂停啊 对 我们尽量不要去熬夜 对 如果要想长期旅行下去 所以身体第一 对 所有的朋友们都一样啊 工作再辛苦 也要记得好好休息 身体第一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对 朋友们我们现在已经驻车了啊 停到了甘肃的九泉服务区 今天差不多跑了又是600公里啊 呃 现在已经是过了六点半了 太阳马上就该下山了 现在这个九泉服务区这里 写的房车驿站 这一个区域可以停一下房车啊 我们就停到这个边边上了 呃 到这里又有回忆了 经常在外面跑啊 到处现在都留下回忆了 也是2021年5月 当年我们出来的时候啊 也是在这个服务区 就是在这一块 就这一块 滑起倒垃圾去了 就在那一块 我们当时也是住的车 然后早上呃 还在自己的那个SUV床车 跟前吃了早餐 这个九泉的这个服务区不大 但是车还是蛮多的 我们今天就停到这儿了 然后明天就再继续出发吧 啊 出一个新疆到广西那边啊 要在高速上一周 哈哈哈哈 好了朋友们 那今天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 喜欢朋友帮忙点赞关注评论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